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乾隆帝的知识成就 本次课时的学习目标如下 1.能够说明乾隆帝统治思想的特征 2.能够介绍乾隆帝在军事、经济方面的作为 3.能够比较乾隆帝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功过 乾隆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 在父皇雍正帝秘密建储的制度下 他的继位有着合法依据 而且兄弟当中亦无人对他构成威胁 所以乾隆帝的继位比较顺利 没有发生什么政治动荡 他在位60年 传位给嘉庆帝后又当了三年多的太上皇 因此他实际上的掌权时间比所有的帝王都长 整体上来说 乾隆帝统治的时间里 中国经济繁荣、国力鼎盛 同时边疆得以巩固 奠定了中国的版图 另一方面 高度的繁荣底下也隐藏着社会矛盾 加上西方势力扣官而至 乾隆年间可以说是清朝最后的全盛阶段 下面我们就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几个方面 来具体了解一下乾隆帝统治期间所取得的成就 先来看政治方面 乾隆帝继位后 最主要的政治活动 便是对父皇、雍正帝的各项政策 进行全面的审查和大幅调整 雍正年间由于严刑峻法 社会和官场中弥漫着各种紧张气氛 因此 乾隆帝首先调整的是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 我们来看画面里的这段材料 至天下之道 贵德其中 故宽则揪之以猛 猛则寄之以宽 夫整治之与严厉 宽大之与废实 相似而实不同 正之所谓宽者 如兵丁之以存续 百姓之以汇保 而非为罪恶之可以吸涉 刑罚之可以孤纵 与树正之可以带荒而伏离也 用四个字概括乾隆帝的统治思想 那就是宽言并计 具体来说 宽和言两种指数都是最高统治者 根据政治形式需要而采取的必要手段 二者互为补充 画面的材料中也明确指出了 宽和言的具体内容 即存续兵丁 惠戴百姓视为宽 而面对罪恶刑罚以及荒证时 则需从言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乾隆帝即位之初 对宗室采取了较为宽厚的政策 缓和了之前比较尖锐的皇室内部矛盾 同时他对雍正年间的政治案件 进行重新判处 大都从轻发落 通过这些手段 他调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 为自己扩大了统治基础 另外 他对各级官员加急进决 增加俸禄 对各级贪官污吏 助兆民欠力宽勉 由此缓和了最高统治集团 和各级官员之间的矛盾 当然 在发现贪腐之风又起之时 乾隆帝依然会严肃处理 此外 乾隆帝也关心齐人神迹 扩大八旗兵额 使齐人勇享安宁之福 对于地方晋升 乾隆帝则放宽了雍正年间 对于他们的惩治力度 并鼓吹提高儒生的社会地位 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各级官员 八旗子弟 还有地方晋升 对皇帝的好感和依赖 为乾隆帝巩固了政治根基 在调整统治思想 调整旧政的同时 乾隆帝在驾驭官员方面 也有所成就 首先 他对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予以打击 其次 面对朝廷中 以厄尔泰与张廷玉为首的 满汉两派的激烈斗争 他采取两边意志 保持双方平衡的手段 避免了朝城的大分裂 在制度上 乾隆帝重建并完善了军机处的建制和职权 扩充人员编制 同时也扩大了其权力 同时他坚持奏折制度 面对城下的奏折 详细揽阅 不宜一字 欲有差额 必指出令其改正 不停地提高奏折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 如此来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 下面来看军事方面 乾隆年间武功极微 在完成国家统一 保护领土主权方面 比之前的战争规模更大 乾隆帝认为战争对于国家统治而言 是十分必要的 他指出 非师履征伐 则耿我王化者无以服成创 不敢抗干 在这样的理念下 乾隆年间发起了数次战争 现在画面当中 按照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 制作了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其中标红的是对外战争 乾隆帝自诩有十权武功 还将其写成预制十权记 其中对其中所记录的战争 即两次平定准额 一次平定回步 两次平定金川 两次反击库尔卡入侵 以及争讨缅甸 安南和台湾的林爽文 从刚才的表格可以看出 乾隆年间的战争远不止这十次 当然 历次战争的背景 起因 性质 规模 战果和意义等都不相同 这里面既有实现统一或击退入侵的正义战争 也有镇压农民 压迫少数民族或侵扰邻国的非正义战争 而且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是凯旋而归的 即便是在取胜的战争当中 也有在以多打扰的情况下 仍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例子 对于战争 乾隆帝认为要合于王道 对内堪乱伐暴 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边远地区和外国助之以威 即以武力威慑或必要时的出兵征讨 来抵御外物 维护国家统一 因此乾隆帝并不穷兵独武 他自己说过下面这段话 于自少读书 即清天地爱物之心 深知穷兵独武之介 是以继位之初 即谨尊皇考之训 许准格尔之求和 罢兵宁人将二十年已 也就是说 虽然乾隆帝以稀释宁人 来自免及告诫子孙 但如果到了必须用战争手段 来保护国家利益的时候 他也能迅速果断地 做出判断和决定 评定准格尔之意 便是典型的一例 但另一方面 镇压人民反抗的战争 与乾隆帝爱民的一面并不相符 这也说明 乾隆帝作为封建秩序的最高统治者 发动战争的最终目的 依然在于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 为此也不惜私下自己 爱民的面纱 下面来看经济方面 虽然镇压人民反抗 体现了乾隆帝残酷的一面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他在位期间 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计 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这使得乾隆统治前期 整个社会经济在清初以来 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提升 并迎来十分繁荣的局面 乾隆年间发展社会经济的成就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施了种种促进生产发展的举措 一个是实施了 捐免、振序、备荒等举措 先看第一个方面 在传统社会 农业依然是生产的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为了保证赋税收入 乾隆帝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采取了积极措施 他反复要求各级官员 种农、物本 又多次强调养民之本 莫要于物农 劝名勤农、违政之本等 并以此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 同时 他也设法调动各地官员和广大农民 开垦荒地的积极性 命令各地开垦闲旷地土 如此一来 耕地的面积急剧上升 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人口增长 所导致的耕地不足的问题 另外 为了更好的发展农业 乾隆帝也积极新修各地的水利工程 再看第二个方面 雍正帝在位之时 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完善国家赋税收入 但总体上没有减轻农民的负益负担 乾隆帝即位之后 在雍正年间负益改革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采取各种调整措施 对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朝制度予以革除 统一了负益征收标准 同时 捐免民间激欠 并正续栽民 另一点是备荒 备荒即粮食基础制度 乾隆帝对于粮食的仓储十分重视 健全了相关制度 并将增加储粮机构 扩大储粮数额作为基础工作的重要任务 除了鼓励民间储粮之外 还通过纳素捐监 动躺裁买等方式来基础工粮 据统计整个乾隆前期 国家常年存粮一直在三千万事以上 当然过度掠夺式的基础任务也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比如导致全国米价上涨等等 此处对此就不再展开讲 我来看文化方面 乾隆帝在位期间 在文化事业上也做出了重要建树 他利用政府力量 先后组织学者进行大规模的编修书籍 和搜集整理古籍文献的活动 从而使得自己统治时期的文化事业 较之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达到了清朝近历以来的顶峰 乾隆帝自年少时起便熟读经典 通晓满汉猛文 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 也因此乾隆帝继位后 一直设法提高儒生的社会地位 同时积极新办学校 重视书院建设 在其影响下 乾隆年间的教育学术氛围较为活跃 编书方面 除了大量的经说 方略 官书等以外 乾隆年间最值得一提的 便是编转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从书 四库全书 一开始 乾隆帝只是希望扩大政府藏书 以张千古同文之胜 而后在安徽学镇朱印的建议下 决定要编撰一部 轮廓古往今来一切主要著书的巨型从书 四库全书共收入书籍三千四百多种 近八万卷 分金石子籍四大类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会 整套书的编撰耗时十五年 由专门为之成立的四库全书馆负责 乾隆帝本人也在编修过程中倾注大量心血 曾为此颁布过不下百条一纸 最终 四库全书问世 在当时掀起了文献整理的热潮 为保存和传播古典文献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另一方面 在为文化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 乾隆帝也曾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 而谍心文字域并例行查缴 销毁禁书 对象包括明清之际的历史著作 社会上的反清思想 触犯皇帝尊严和皇权的言论 市民官吏的伪制上书言士等等 文字域固然是乾隆帝文化政策中 文化政策中的重要部分 但是它造成了社会动荡 间接地促成了专制统治的衰落 本次课时的关键内容整理如下 一 乾隆帝上位后 秉持宽延相继的政治思想 对其父亲雍正帝的政治政策 进行大幅改革与调整 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根基 二 乾隆年间战争规模较大 乾隆认为战争要合乎王道 对内勘乱罚暴 对外处之以危 但发动战争的最终目的 仍在于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 三 乾隆年间发展社会经济的成就 一是实施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举措 二是实施了捐免 郑序 备荒等举措 四 乾隆年间文化事业繁荣 开展了大规模的编修书籍 和整理古典文献的活动 整体学术氛围较厚 但乾隆帝为加强专制而实行的文字域 造成了社会动荡 间接促成了专制统治的衰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